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小孩吃 老人家吃鱼更是很容易消化 鱼的这个做法呢 也很多 通常一般的家庭呢 都是常常拿来煎一煎 红烧啦 或者是蒸一蒸 那么除此之外呢 鱼还可以拿来留啦 或者是烤啦 甚至于是拿来这个 把它这个做成这个一块一块的这种熏的 还有呢 就是我们通常给它拿来榨出来两吃 甚至是三吃 那么鱼的这个味道 大家都晓得新鲜的鱼非常的鲜美 所以呢 你们不妨多利用 台湾呢 一年四季有各种不同的新鲜的鱼 在市场里头可以买得到 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次 我要给你介绍的两道鱼呢 一个是炸溜的鱼卷 一个呢 就是这个滑蛋的鱼丝 好 广告之后呢 就要开始了 首先要给你做的这个一道呢 是炸溜鱼卷 这个菜呢 可以当做一个请客的菜 因为它稍微麻烦一点 而做好的时候呢 很好看 这个鱼的头 鱼的头 今天买到的是敏鱼 敏鱼呢 差不多有一斤重就够了 那么你当然也可以用黄鱼啦 或者是用石斑鱼都可以 那么这个鱼呢 要把这个鱼头跟鱼尾呢 先给它切下来 作为这个点缀来用 请客的时候要有鱼头鱼尾来作为一个装饰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从这个鱼头的这个地方呢 旁边呢 给它切下来 那么这个呢 等一下腌一腌 然后就给它这个炸了 炸了以后呢 就把它给它摆在这个盘子的中间就好 这样子给它开一个口 就是等一下可以平着摆在那里就好了 好 这个鱼头 然后呢 这里呢 是尾巴 这个尾巴呢 从这个差不多有 离开尾部有两寸的地方呢 切下来就好 这样子一块尾巴 好 这个呢 要用一点酱油给它腌一下 主要是作色 那么等一下呢 沾粉来炸 关于这个鱼肉 这个鱼肉呢 我们就把它这个 绳子这一段呢 把它起出来这个鱼的骨头 广要鱼肉 那么这个鱼的大骨头呢 你也可以拿来摆在这个碟子上 所以这个 从这个中间呢 就把它这样子提开来 这个呢 虽然是麻烦一点 这个菜做起来的时候呢 很好看 请客的时候呢 呃 又美观 又好吃 那这个鱼呢 就要稍微买得大一点了 太小的话呢 卷这个鱼卷不好卷啊 那么这是另外一半的这个鱼肉 就是从这个背部下刀 从这个 贴着这个大骨头 把这个鱼肉拿下来就好了 那么这个拿下来的这个大骨头呢 也是要把它炸一下 摆在这个盘子的中间 等一下也是一个装饰啊 好 那么这这一块鱼的大骨头 我们就把它也给它用一点酱油 给它做个颜色 好了 现在呢 就要把这个鱼的这个鱼皮拿掉 好 同时呢 要把这个鱼的这个肉呢 切下来 片下来 我们叫它是片 也可以说是提下来 那么从这个中间的这样子 5公分的地方这样子往下提 还有这里也是 每一段是5公分 因为我们要卷那个鱼卷的这个长度就是5公分长 就这样子提下来 这边也是 好了 那么这个提下来之后呢 你就要切片 这个鱼肉切片的时候呢 要薄一点 一刀不要断 片开来 再另外一刀呢 断了 这样子这个长度有个6起公分长 这样子一个片 我想大家看清楚了啊 那么就是这样子切 如果是太窄了 你可以切三刀 一刀 这边呢 再给它片过来 再给它翻开来 好 这样子 那么看这个鱼片的这个 鱼的大小来决定 到底是怎么样来片 像这一块呢 就这样子片就好了 它这个里面卷 到底是卷什么东西呢 以前我做鱼卷的时候 卷这个香菇丝 笋丝 或者是加一点葱丝 而今天要卷的这个呢 是笋丝 姜丝 嫩姜丝 还有呢 就是酱瓜 把酱瓜切了小丝 或者是末 放在里头卷 好 那么这样子都给它弄好了 这个上面呢 撒上一点盐 或者用一点这个蛋白给它腌一下 把这个蛋白打一打 不过用不了这么多啊 少一点 这里是太白粉 好 太白粉跟盐 跟这个蛋白三样东西 调在一块 把这个鱼片呢 就放在里头 腌过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要开始把这个卷的 卷在里面的这个料 因为今天没有时间了 所以我只把这一半拿来做 好 现在这个鱼的头跟这个尾巴啊 腌过了的就要用这个面粉 蘸的面粉呢 就给它这个 炸了 这是鱼尾 蘸干的粉就可以 干的面粉 这是中间的那块大骨头 因为请客的时候 中国的习惯 这个鱼呢 最好是全鱼 有头有尾的 这样子才能够表示这个敬意 所以 我们这个 虽然是鱼的这个头是现在不吃 但是呢 通常呢 还是要给它做 烧好了 给它摆在这个盘子的一边 好 那么现在呢 就开始来这个切这个配料 好 刚才我说了 这里是嫩姜 切成很短的 短短的这个丝 用的不多 用的不多 这个所谓很短 差不多是半寸长的 不要太长 这里呢 是酱瓜啊 这个是黄瓜腌的酱瓜 这个酱瓜呢 卷在里头 跟那个鱼肉是很配的 以前呢 有的时候卷一点香菇 或者是这个火腿丝 火腿丝也很好吃 好 这里是一块笋子 已经煮熟了的笋子啊 用的不多 那么通常请客一条鱼要做十二个卷 十二卷 好 这个是笋丝切好了 好了 这三样东西 给它拌在一块 拌在一起 然后呢 我们这个鱼片呢 就可以开始来卷了 就这样子 卷一个卷 卷成一卷 我想这个你一定看得很清楚 也并不难啊 把这个料往中间放 好 锅里的这个鱼头呢 炸的颜色差不多了 就要给它捞起来 这个酱瓜条多放一点比较好吃 笋子嫩姜都要啊 这两样东西都要 你也可以再加一点葱丝在里面 好了 这个卷好了的这个鱼卷要炸 炸的时候呢 需要一个面粉糊啊 需要一个面粉糊 这个面粉糊呢 就是用蛋 加面粉 加水 加一点太白粉 调一个糊 拿来粘在这个 粘这个 裹在这个鱼卷上 那么这里呢 是一个蛋 用筷子把蛋好好的打一下 然后呢 加水 然后呢 加水 这里呢 是面粉 好 把它调成一个糊 这里是太白粉 加了太白粉会脆 好 把这个糊做好了 做好了的时候呢 就给它稍微醒一下 也就是等一会儿再来用 因为刚调好的时候呢 有这个疙瘩啊 不平均 好 那么锅里的油呢 再把它烧热了 这个鱼卷上面呢 撒上一点面粉 好了 然后呢 就一卷一卷的呢 就给它来炸 油不够热 油不够热 这个面粉糊啊 这个浓度要合适 太稀的话呢 一下锅呢 面粉糊就都掉了 太干的话呢 根本粘不上 粘不住 所以呢 就这个面粉糊的这个浓度 要刚刚好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炸的东西 尤其是用了面粉糊的东西 炸一次不够漂亮 一定要炸两次 炸两次 也就是说第一次炸熟了 你把它这个捞起来 然后呢 再把它这个剪一下 因为有面粉糊的东西呢 它会猫猫痴痴的 总是带个尖啊 好 这个鱼头鱼尾呢 就给它当这个摆饰来用 好了 那这个炸一次 已经熟了 就捞起来 然后用剪刀 把这个多出来的这种 不漂亮的地方剪掉一下 好 把这个多的这个刺的地方 给它剪平一点 剪平一点 好 这里呢 还有刚刚鱼鲜做好的鸡卷 一起下锅 那么再把它炸第二次 炸的焦黄一点 好了 在这边呢 要做一个流的汁 这个汁呢 很简单 放一点葱姜 葱姜末 还有呢就是 姜油 它不是糖醋的 所以呢我们就 用的呢 不是糖醋汁 不是糖醋汁 就是用平常的一般的这种 流的汁就可以了 好 好 油热了 那么里面呢把葱花放 然后呢就加高汤 好 然后呢再加这个姜油 盐 好了 滚了以后呢就给它用这个 调水的太白粉勾个芡 好 这个做好了的这个鱼卷 就这样子的给它排在这个上面就好 也一个一个的给它放在这个 鱼的这个骨头的上头 好了 然后呢就把这个汁呢给它淋在上面就好了 好 最后呢要记得给它一点这个油 让它有一点亮光啊 如果你想要的好看一点 你也可以给它撒上一点这个胡萝卜 或者是红辣椒的这个丝啊丁都可以 加上一点这个红色的颜色 好了 这就是第一道给您介绍的这个炸牛的鱼卷 做完了等一会呢给您做第二道菜 下面要给您示范的呢是滑蛋的鱼丝 这个呢跟广东餐馆里头做的滑蛋牛肉啦 滑蛋虾仁啦是一样的做法 这个滑蛋主要是要它做的嫩嫩的 然后一片一片的 它是属于炒出来的 但是呢它并不翻身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道这个做法 那么现在呢我就来示范 那么今天呢用的是鱼 而且呢把鱼呢是切丝而不是切片 这个鱼呢你在市场里头买 任何一种它切了块或者切了片 在卖的这种白颜色的鱼肉 你都可以拿来用的 当然像这个黄鱼啦鲍鱼啦比较贵 那么便宜一点的呢有这种石斑鱼的鱼肉啦 或者是炒鱼肉啦都可以啊 那么今天这里呢买了一块就是属于石斑鱼的鱼肉 那么把它切成丝 这个丝呢我们通常呢就是说 像这个猪筷子的粗细一样粗细就可以了 那么太厚的你就要从中间呢给它先片开来 先片开来 然后呢再切丝 要记得切丝的时候是顺丝切 顺丝 这样子一条一条的是顺着切的 顺着这个鱼的这个纹路再切 那么这样子叫做顺丝 如果逆丝切的呢它会容易散掉容易断掉啊 当然以后就是说平常我们切鱼片也是要这样子顺着切 像刚才的那个炸鱼的那个鱼卷的时候 切的鱼的那个片也是顺着它的方向 纹路切下来的 好因为它是鱼条 所以不是很细 很细的很细呢就变成鱼丝了 这个呢现在要腌一下 腌的时候呢要放的是蛋白 这里呢是蛋白 还有呢这里是盐巴少许 再给它一点太白粉 那么这个太白粉呢最好是用这个水调过的太白粉 用水调一调啊 湿的太白粉 好 那么这样子就好好的把它抓一抓 腌一下 当然这个拌的时间呢越久越好 用一杯的油等一下给它过油就好了 那么这里呢是四个蛋 四个鸡蛋 四个鸡蛋呢我们把它给它打一下 这个打的时候呢要记得放差不多四分之一茶匙到半茶匙的盐巴 因为鱼呢已经放了盐了 所以这个蛋本身呢不要太多盐 这个不要把它打泡 不要打泡不要泡 只是要把它打散开 没有蛋白的凝固块就好了 那么另外呢这里面要放的就是这个辛香料 就是这个葱 这个葱呢要切成这个葱花 葱花差不多有三汤匙也就够了啊 不用太多 好 那么首先呢就要把这个鱼丝呢给它过油 过油 锅里呢差不多放一杯的油啊 一碗的油 然后呢这个鱼丝呢等到它一变的颜色 也就是说熟了你就可以捞起来了 这个很快鱼很容易熟啊 好了这个鱼丝已经变颜色了熟了 就给它全部捞起来 然后呢这个锅里的油呢你就可以倒出来了 这个油呢把它倒出来 好那现在呢就开始来做这个花蛋的这种手法 这里呢四个蛋差不多要用四汤匙的油 好了等到这个油热了以后要放的就是葱花 那么这个鱼呢捞起来以后跟蛋放在一块 现在葱花下锅 一爆就把这个就下锅了啊 下锅了之后请你注意 下锅了之后呢这个呢只能够这样子贴着锅底在这转 现在好了这样子就好了啊 还有一点点蛋汁呢没有熟没有关系 通常呢我们就是给它这样子转八下 八下 好这个就是滑蛋的做法 今天时间呢很匆忙啊 这两道菜呢就给你示范完了 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一周统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一周统一时间再见 我觉得没内 recoil 要